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 女人一生最该看透的两件事 一起来听 杨岚在主持天下女人时 说过这样一段话 女人请一定要记住 摒弃不切实际的欲望 看待人生 好好活着 为自己活 为亲人活 不要为你爱的人活 因为你爱的人未必真的爱你 有时候一味地为他活 到活得窝囊 活得没有尊严 不要指望男人是你的靠山 因为他既不是救世主 即使暂时给你衣食住行 但其实无法给你全部的幸福 风生水起 靠自己 女人一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 想要幸福 必须看透这两件事 张爱玲曾经说 二十岁以下 你相信偶像剧 那就算了 二十岁以上 你还相信偶像剧 那就完了 女人是水做的骨肉 天生柔情似水 多愁善感 她们对各种偶像剧 爱的深沉 毫无抵抗力 很多女人看着电视剧里 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爱情故事 就开始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 也能麻雀变凤凰 灰姑娘嫁给王子 过着甜蜜幸福的生活 看偶像剧 为里面吃男怨女的爱情故事感动 在看的过程中 顺便憧憬一下自己未来的白马王子 这些都没有什么 就当是消磨时间 但是切记 不要让自己深陷其中 不可自拔 现实生活中 远远比电视剧残酷得多 没有那么多女主光环 没有那么多帅气的男生 都对你一往情深 使之不渝 做人可以有憧憬 但一定要认清现实 而不是一味地想当然 更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梦想不是幻想 幻想可以天马行空 梦想却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 通过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和拼搏去实现的 你想获得一份幸福美满的爱情 或者是一份完美的工作 你就要足够的努力 让自己变得优秀 从容和美好 不要把大把时间拿来幻想未来应当如何 而应该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武装自己 只为了当有一天遇到自己属意的人 能够信心满满地上前去表明心计 不用担心自己会被拒绝 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命中注定 只要你耐心等待 脚踏实地地去生活 就能迎来一束光亮 刘渝曾经说过一句话 女性都太容易沉溺于爱情这档子事了 得不到爱情的时候就天天叹息 失去了更要叹息 就是得到了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好像总不是她想得到的那一个 在爱情这场游戏中 女人付出的总是比男人多 受的伤害也比男人多 何必呢 你为了爱情放弃所有 为她生儿育女 为家庭呕心沥血 可是很多时候不仅得不到 她的一句感谢和关怀 她还认为你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是你身为女人 身为妻子的义务 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人值得你对她好 有些人不值得 男人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好 可以真爱 但不要深爱 不要爱到失去了自我 在爱情中 为自己留一个退路 否则受伤时 会错不及受 不是所有的真心都能够换真心 在感情的世界中 有时候你的一腔热血 也会像一江春水般 只能够复制东流 不要以为结婚了就能够永远幸福 在婚姻自由的年代 一直婚约 并不能够长久地拴住两个人的心 在一地鸡毛的婚姻生活中 很可能一件很小的事 一个很小的矛盾 就能够让彼此的感情分崩离析 真正聪明的女人 知道怎么做才是最好的 怎么做才是爱自己 才能让自己幸福 女人最重要的还是要善待自己 为自己活 不要为其他人活 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好好地善待自己 不要让自己太累 学会欣赏自己 积极从容地面对生活 享受人生 没有无聊的人生 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 一个女人的幸福 从来都不是靠别人去给予 而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不要一头扎进 爱情美丽的圈套里 你要有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人生态度 梦想很重要 但一定要立足于现实 天上不会掉馅饼 人要想成功 还是要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 婚姻和家庭很重要 可是女人也要适当地 为自己而活 在照顾家庭之余 不要忘记 好好地爱自己 人生总是会苦一阵子 但是不论生活如何残酷 你也要朝气蓬勃地 满怀希望地 热气腾腾地 努力去生活 去过好一生 等出来的是命运 拼出来的才是人生 当你足够好 才会遇见足够多的幸福 愿你有好运气 如果没有 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 愿你被很多人爱 如果没有 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愿你一生一世 每天都可以和相爱的人 一起睡到自然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